你怎麼知道聖月的呢? 因為剛好就是網路上然後我在滑FB的時候 剛好看到聖月的資訊這樣子 說人是聖月滑的 那你今天是來這邊做什麼樣的? 對因為我就是網路上我看到 網路上就是聖月最近在推廣一個1288認利檢的方案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蠻划算的 所以我想說那不然我就找個時間過來跟你們試試看這樣子 那你是找哪一位設計師? 我今天是剛好來到東京店 然後找10號的黃慧琴老師 那你覺得有符合你的期待嗎? 還不錯 因為老師還蠻仔細的 然後他就是會因為我的髮流在兩側的時候有個腳 很容易會睡起來就會有 就會造型 可能是我的頭髮比較粗比較直 然後可能會變形 然後是我的髮流健身的關係 那今天我跟老師討論過後 他蠻細心的幫我評估的髮質跟髮流 還有適合的髮型 這樣就給我一個建議 那今天剪出來的樣子我覺得還蠻滿意的 那我今天除了做1288之外 老師也會問我要不要再多加洗頭的方案 那多加一般的洗頭是250塊 那這樣平均下來這樣每個月100 一個月一年內這樣剪下108塊 然後加洗頭也不過就300多塊 那其實跟我過往還有其他設計師的費用比起來的話 其實這樣是很超值的 而且必須要做就是老師的手勁非常好 在洗頭的時候按摩其實非常的舒服 蠻舒壓的 蠻特別的就是這邊的模式是包廂式的 那真的蠻推薦 像朋友或是前女一起來這邊 那你會把這個方案推薦給你身邊的好朋友嗎 嗯會有我覺得這個很值得 尤其是男生朋友 如果說男生旁邊真的很容易炸開 或是漲場之類的 蠻需要修剪的話 我覺得這個方案真的蠻適合的 因為畢竟是1288 然後一年內可以任你檢 然後隨時經過或隨時我們做預約的話 隨時可以過來這邊做修剪 我覺得蠻划算的 對 你有剩月幾顆星 剩月五顆星 中文獄